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快篩阳性及确诊扩大适用的对象 而为了强化原住民族 以及离岛地区居民快篩和诊断 从23号开始 原住民族以及离岛地区的居民使用 家用抗原快篩试剂 检测阳性 并且经过医师诊断后 就可以确诊 适用的范围是涵盖花莲县 全县13厢证事 疫情的肆虐医疗资源的不足 使得偏乡地区民众在快篩阳性之后 就医的不便 因此针对这些地区的居民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快篩一旦阳性之后 可以利用视讯看诊 附近的医疗院所进行诊断之后 经医师判断之后 即可视同确诊 那个动作就是 他必须要找一个医师 做远距的视讯 来确认你这个快篩阳是阳性 再强调 你是快篩阳性 但是你必须要找一个医师 用远去的方式 跟你确认你的快篩是阳性 需要由医师来确认 虽然说这两条线非常明显 但是还是需要医师来确认 当医师确认之后 医师就会帮你协助 将你的资讯进到我们的 法传系统上去登录 那这样子来 我们卫生局当然可以知道 你是确诊了 我们就可以启动 后面的关怀的一些作为 所以如果你没有跟医师视讯 你是没有办法 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知道 你确诊了 所以在昨天这一整天来 我们介绍非常多 同样的问题是 很多相信 政策的推出之后 也免于偏乡地区的居民 在确诊之后 苦无医疗资源的协助 30个山地乡 20个平地原住民乡 19个里岛乡 都可以适用相关的措施 预计5月23号开始实施 记者凌桀 花灵式采访报道